首都五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开始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 都取得了新的伟大的成就 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 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贯彻执行古俗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豪选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结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过去一年里 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 为反对帝国主义 新老殖民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 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团结 为保卫世界和平 进行了重大的努力